嗨,大家好,我是简小白 看到我身后的这片湖泊了吗 非常非常的漂亮,迎着日落 然后今天开车啊 本来是想就在前面那个小镇上面 就是说住宾馆 但是万万没想到啊 我开过那个小镇呢 因为那个小镇太不起眼了 然后我开过来以后我才发现 哎呀,我去 现在都这么晚点了 要不咱们找个地方啊 就是露营吧 然后今天我到这儿了 赶紧说一下 平时呢,我很少骑过烧游 但是今天我真的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地方 浪漫的一个地方 和自己的狗狗 觉得太美妙了,这种生活 我现在呢,正在做的一个饭啊 这个是,之前很早有朋友就知道 我的电饭宝 因为 特别是用这个 这个户外电源啊 电小儿的这个户外电源主要是 有这个 USB接口 主要是有这个点烟孔啊 方便 因为这个电饭包呢 它有一个点烟孔的接口 所以刚好功率小 不费电 然后又能把饭做好 这个一直有朋友就在纠结 他说到底是买大功率的好呢 还是买小功率的好 我个人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节约电啊 你的电饭包一定要买小功率的 100瓦啊 100瓦不最多不超过200瓦就够了 然后用来接在这个点烟孔 还有这儿 大家看到没有 220伏的这个啊 接口 看到了吧 这个接口呢 可以更快速的把饭给做好 但是我为了节约电啊 就这样慢慢的做 像这个 电小二国外电源的啊 再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 它这个电量显示 还有69% 我今天的饭啊 加上明天饭全部做完啊 煮熟 能用到40%多吧 反正一天就用个20%多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生活的艰辛不好 我这个手 都已经成这样了 就是长期在外面 这个 用水的问题啊 像这种水桶呢 我弄了两个 看到里面有一个 这有一个 然后这个水桶 就像自来水一样啊 开开关就可以了 就一晚上嘛 不可以吗 200块钱 我停在这儿 我啥也不干 就一晚上不行吗 就是200块钱 啊 就不可以 都不可以 200块钱 我跟你们说 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露营的地方 我真的 大家看一下 我都 准备开始做吃的所有的东西 我都 弄好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露营 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呢 其实我问过那个人 他说可以的 然后 然后 我不知道他 那个男的出来以后 就怎么想的 他说要给200块钱 必须得给200块钱 不给的话 就 赶紧滚蛋 啊 怎么啦 150块钱 啊 150 我我收着走了 啊 我收着走了 我说我收着走了 啊 你需要住 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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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150块钱 我都没有 我 我穷有嘛 你看我 都是自己做饭吃 穷有嘛 啊 这地方 我马上 我马上收着东西 我就走了 就那去 我去前面的地方 来你 别叫 我马上收着东西 走吧 你真乖啊 你 谁说金毛不护煮啊 哎 看到刚刚没有那个人喝了酒了 他以为要打我 哇 他 在旁边好着急 使劲地叫 啊 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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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本来我是 准备收拾东西要走啊 然后 我大概察觉到他喝了酒 然后看他的样子呢 是 你今天非得给我钱 然后 不然的话 你就甭想出去 我感觉 情形有点不对啊 我狗子都 本来很温顺的 我金毛很温很顺很温顺的 他都急了 狂躁的对那个人叫啊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要住呢 建议还是住到城镇上面去 不要在这种就是比较偏僻的地方 啊 选择露营啊 注册啊 真的有人会这样讹你的 如果发生什么口哲之争 动起手来了 我当时我手都列紧了 大家看到我前面的视频 啊 所以出门在外嘛 强盲不压不压低头车 咱们忍去吞声 呃 好了 咱们视频到这儿了 喜欢我朋友的记得点个赞 关注一下 啊 拜拜 你体验过在这样的废墟之地 独自一人探秘吗 幽山长囊的幼儿园 基因之地的县医院 诡异十足的街道 就像来到了恐怖电影里的场景 每一阵寒风吹过 都让人极被发凉 嗨 大家好 我是简小白 咱们从这个敦煌啊 连墨高窟都没有看 马不停蹄的往前赶啊 然后咱们来到了这个 阿克赛的石油小镇 阿克赛呢 它是一个县啊 然后现在这个石油小镇呢 是因为之前拍那个 鬼吹灯的九尘妖塔 而出名的这个地方 有很多自媒体人 都到这个地方来拍过 以至于这个地方呢 现在从5月1号圈起来 开始进行收费了 我身后的石油小镇 看到了吧 还好呢 这个景区可以带狗狗 咱们呢 把安妮叫上 一起去探秘一下 这屋子里面已经杂草丛生了 就像经历的战争一样 就像经历的战争一样 这个地方 那你走快 哇这个草快这个都比人高了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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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错了 跳 对 跳 对 跳 哎 对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样的公交站台 哇靠 你叫什么呀 他看到了这个玩意 这个是 九层腰塔里面的那个怪物 啊 当时取景的时候 他看到这个在叫 他叫的第一声可把我吓了 位于甘肃阿克赛县 废弃的石油小镇 是电影鬼吹灯 九层腰塔的取景地 电影刚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觉得这个是 剧主为了拍戏而搭建的场景 但它是真实存在的 其实阿克赛石油小镇 叫波罗转景镇 是蒙语谐音 以为青涩蹲台 而在民间传说中 此地曾经 铸扎过一位 名为包罗的蒙古将军 而波罗转景 就是包罗将军的谐音 咱们去这个 光彩幼儿园 去瞧一瞧 就像那个学校 泰国的那个电影 技术学校 恐怖电影 怎么黑漆漆的 怎么黑漆漆的 像发生过火灾一样 这里面 进来以后 感觉阴气很重 感觉阴气很重 有点吓人 就是被封锁了 应该是 不然上 快快快快快快 来 我们往这儿去看一看 这个一间是干嘛的 厕所 我讨厌厕所 这里呢 还有一个草 柜子 走进这个幼儿园 不禁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幽生黑暗的长廊 仿佛瞬间 就要将我吞噬掉 哎呦 我操 这个吓人 我操 我操 这块布飘出来的时候 吓着我了 你们知道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吗 就是阴沉沉的 阴凉阴凉的那种感觉 出来以后啊 太阳光照射着 就像来到光明一样 阿克赛哈萨克祖自治县 人民医院就职 咱们现在 带大家进去 瞧一瞧 像医院的话 它的阴气比较重啊 所以 旅行一般不要紧 男性 我话还没说完呢 男生也要阳气方当的 哇 吓得我不轻 刚刚这上面的那个板子 风一吹 夸大一声 吓着我了 来你 来 还有一些柜子 这里面 像医院这样的地方 大家要 健身 行 顺着我 我得走了 这个地方不想飞了 其实关于石油小镇有着很多恐怖传说 至于小镇废弃搬迁的原因 是因为饮用水源中的 硬元素和土元素超标 对人体健康产生了危害 但是 长期饮用 长期饮用 会导致当地居民换壁 无利于该镇的长远发展 因此而搬迁 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我在鬼椎灯上映之前 我就已经知道了十个小镇了 因为曾经这有个传说 它吸引了我 在那之前我就想到这个地方 我现在拍视频 正好路过这个地方 我觉得咱们进来带大家去看一看 但是呢 有些地方房屋上去是有危险性的 所以大家就是量力而行 谨慎通行 好了 咱们废话不多说了 喜欢的朋友 记得点赞关注一下 拜拜